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神的护理之下 圣经在律法书与先知书中常常叙述 上帝以露珠雨水浇灌大地 彰显见证 他是施恩赐福给守约的子民 然而当他的子民被约叛逆 他就命令天应如铁地如铜 田地被枯萎与各样灾害所败坏 土地被冰雹与暴风所打击 这些都是他拆来的 确定具体的审判刑法 所以这都证明神的护理 包括在任何微小的事件 若非神的命令 则连一滴雨水也不会降落在地上 大卫在诗篇送赞神的护理 他赐食物给走兽与提叫的小乌鸦 然而有时候他降下饥荒 这岂不是表明神按他的旨意护理 有时以平级 有时以丰富 来喂养他所造的一切活物 这都充分证明 神的护理是无所不在 便及任何大事小事 主基督说 若天父不许 连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麻雀 也不能掉在地上 既然空中的飞鸟都在神的特定护理掌管之内 则我们当然要与先知一通宣告 他坐在高天之处 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 特别是为了人类 所以我们也当相信他的护理 也是特别为了我们 耶利米说 主耶和华啊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真言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主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谁还敢说 神只是感动人 按照人自己的本性倾向行动 人随己意定自己的脚步 我们的脚步 每一步 都是由神的护理所领定